嘿,你好! 哇…… 伊豆這個傢伙,連邀請寒都需要代筆嗎? 真是沒救了 不過,荒龍極上涉是豪谷大祭典 這個名字還挺威風的 會不會有很多好吃的呢? 要不我们去离岛看看吧 我到处看了看 感觉这里不像是正在办祭典的样子呀 一点气氛都没有 去和这里的同心打听一下吧 说不定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什么 祭典 最近没听说要举办祭典 二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比如名字之类的 荒龙集圣 是荒龙派举办的 荒龙集圣盛世豪谷大祭典 啊 是上次在荣彩记上 捣乱的那个荒龙派吧 原来你们说的是那个三无活动 三无活动 不是不是 你搞错了 是荒龙集圣盛世豪谷大祭典 好了 不用强调这个名字 我大概知道了 总之我来告诉你们吧 前几天我确实在这里看到了荒龙派的成员 他们在四处堆放一些毫无美感的东西 那个为首的家伙 还声称要在这里办一场超过荣彩祭的大型祭典 应该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结果稍微查问了两句 发现他们既没有活动举办许可 也没有场地租用凭证 更不用说事先应该去奉行所准备好的报批记录了 这明显是板上钉钉的三无活动 按照规定 我们只好强制他们停止 强制停止 难道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 那倒没有 看在他们是没有经验 而且好歹准备了安全预案的份上 我们也只是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教育 安全预案 这帮家伙还是挺有安全意识的嘛 如果你们在找荒龙派 也许可以去干净岛看看 干净岛是设奉行给各种大小祭典常备的场地 初衷是为了培育各种来自民间的文化活动 手续和费用都是从简 我们把这个告知了荒龙派的那几位 如果他们仍然想要举办活动的话 那里是最合适的选择 呃 虽然已经感觉不太靠谱的样子 但是 来都来了 所以我们还是去干净岛找找吧 还是和刚刚一样 没有看见荒龙派的人呢 这里应该有设奉行的带行在管理 我们去问问他吧 二位有什么需要 哦 我知道了 你们也是来参加那个荒龙集上 什么什么大祭典的吧 不久前 天岭凤行的九条沙罗大人 还有长野园烟花店的萧公小姐都来过 萧公小姐是过来送烟花时 碰巧看见那伙人在张罗场地 可能是感兴趣吧 所以过去看了看 至于九条沙罗大人为什么过来 就不太清楚了 居然有人比我们先到了呢 嘿嘿嘿 所以荒龙派他们现在在哪里呀 说来惭愧 因为最近岛上已经没有额外的空余场地了 我们只好把他们安排在了西北边的小滩图上 如果他们能再早些申请 我可以为他们准备更好一些的位置 你们往西北边走一走 应该就能看见 我的挚友啊 你终于到了 刚刚还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果然你就到了 真是本大爷高兴啊 看看本大爷这肠子 怎么样 这不是上家的选择 三面环海 空气清新 远离城市喧嚣 坐拥绝版景观资源 背靠甘津岛 独享祭奠文化中心的顶级配套 水路交通发达 无论是步行或是坐船 都能辩解抵达 当初看到这个场子的瞬间 本大爷就决定 就是他了 那一刻 世界大有不同 老大英明 明明是被天理奉行的人赶过来的吧 我们还是先说正事吧 这次请你们过来 只想请你们参加 我荒龙极胜盛世豪谷大祭典 这个祭典意义重的 老大说 一来是为了宣传我荒龙派的名头 方便未来朝夕 二来是为了人姐毕业庆功 最后还能补上前几次 因为欠缺经费而延期的团建 还真是一点多用呢 阿黄 最后一条不必再提 祭典这种事 多多宣传才有更多的人来参加 所以阿忍去发传单了 喂 明明阿忍是主角吧 居然他在外面干活 你们在这里游手好闲 本大爷爷 我在认真 认真在这里接待你们啊 老大爷其实是刚刚回来了 说是估算着你们可能要到了 才特地回来迎接的 本来他和人姐一起 也在外面努力拉人参加祭典呢 不用夸我 不用夸我 哟 放牛的居然也在认真做事了 难得都靠谱了起来 哟 不跟你这飞行而剪刮一般见识 话说回来 我的挚友啊 关于这次祭典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哦 你说那个臭天狗啊 我也勉强给他送了一封邀请函了 不过这家话居然不领情 还特地过来梳理一块告示板 留下了一些扯淡的话 美其名曰是对游客的警示 还警告我们不许土改 这样针对我荒龙派 实在可恶 总有一天 我要在大街上堂堂正正地击败 我来这个臭天狗 好好惩罚他一下 话说回来 我的挚友啊 关于这次祭典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那位长野猿烟花店的老板吗 真是一位热情宪谈的女士啊 真是一位热情宪谈的女士啊 她是来干净岛送货的路上 巧合才知道我们的祭典 她很喜欢我们的祭典 过来祝福了一番 还说下次会提前给我们准备烟花呢 看来以后我荒龙派 应该也要和长野猿烟花店多多走动 话说回来 我的挚友啊 关于这次祭典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哈哈哈 内容丰富得很 哈哈哈 内容丰富得很 哈哈哈 内容丰富得很 哈哈 内容丰富得很 哈 看见那边的小山坡了吗 看见那边的小山坡了吗 那是豪歌岭 你们可以站在上面 面对大海 自由歌唱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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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坛篷火 用来烤警瓜 绰绰有余 哈 哈 哈 这堆箱子 不管是玩七圣召唤 还是斗虫 都不会感到拥挤 听起来还真是丰富呢 当然 祭典的重头戏 还是这个豪谷祭演了 来 你们看 偷偷告诉你们 这可是我从秘密学道 搞来的好东西 说是一位大阴阳师 留下的宝具小谷 本来要下八百万摩拉 卖家说 可我面目尽朗 与他有缘 于是给我打了个折 只要八十万摩拉 就卖给我了 八百万摩拉 变成八十万摩拉 怎么听也像是骗人的吧 当然 我怎么可能被这种 低劣的手法骗到 我一眼就看出了 这个小谷的边缘有些破损 这是瑕疵品 还说什么与我有缘的可笑 于是本大爷又砍了他一刀 最后 只要八万摩拉成交 哈哈哈哈 捡到大便宜了 总觉得是人家捡到大便宜了 话说回来 放牛的居然出得起八万摩拉 让人有点刮目相看呀 不过是八万摩拉而已 不要随便看新本大爷呀 我出了其中的两万 我也 老大 为什么我出的是三万 两万加两万加三万等于 好你个放牛的 居然自己不出一分钱 就从小弟那里搜刮了八万摩拉出来 你是怎么算的 我我我我我 我也是出了最后一万摩拉的 好了 多了就不说了 看看时间 我也得回二人那里了 祭典才刚刚开始 我们还得再努力拉一些人过来才热闹 收好这个小谷 如果准备好要开始好谷计言 找元太就行 呵呵 回去了 我的侄友 我是荒龙好谷计言 接引大使元太 准备好开始好谷计言了吗 哦 对了 关于这个小谷 之前老大有一点忘记交代了 因为大家也不太懂乐器 所以您在开始之前 可以先调试一番 这样可以让最后的音色 更加准确动听 来 请您试试吧 我是荒龙好谷计 接引大使元太 准备好开始好谷计言了吗 果然你也发现了 这个谷的不对劲了吗 我也早就发现了 跟小时候在货廊那里 买的玩具谷一模一样啊 我记得当时的价格 才八百摩拉 就算是有些年头了 现在八万摩拉的价格 好像也太高了点 所以说啊 老大肯定是被骗了 老大肯定是被骗了 但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们的老大呢 准备好开始 好谷计言了吗 您说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老大和人姐 对这次祭典都很重视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加 所以就一直在卖力地宣传 他们说 这样就能让荒龙派的形象 更加高大 我也不太懂了 不过我想 在结束之前 他总要回来见你一面的吧 毕竟他这么看中你啊 准备好开始 好谷计言了吗 没问题 准备好了 随时找我就行 我是荒龙好谷计反馈大使阿黄 你有什么要反馈的吗 好的 您的反馈我收到了 您问别的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老大的意思是 我的工作只要说 你有什么要反馈的吗 您的反馈我们收到了 这两句话就可以了 如果客人还要追问 什么时候反馈才有消息 那就再加一句 请您耐心等待 他说他的其他地方参加的活动 都是这样的 想必是借鉴了一下 优秀的经验吧 不过后来人姐说 这样实在太敷衍了 所以又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 瞧 您的意见我已经记下来了 等人姐回来了 再给他看看 我是荒龙好谷计反馈大使阿黄 你有什么要反馈的吗 好的 您的反馈我收到了 您问别的 老大的意思 如果客人还 他说他的其他 不过后来人姐 您的意思 我是荒龙好谷计分围大使阿守 您有什么需要吗 您问我的工作 呃 分围大使嘛 主要就是营造火热的氛围 让参加祭典的人们产生 我快要害到不行了的感觉 您有那种感觉吗 请 请不要说这种话 不要这样冷漠地打击我的积极性啊 这样 我的工作不就失去了意义吗 您是老大的挚友 请代替老大给我一些支持吧 拜托了 对我说那句话吧 我快要害到不行了 那句话 太棒了 太棒了 这是对我最好的认可 来吧 朋友们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我是荒龙好谷 您问我的工作 呃 分围大使嘛 主要 您有那种感觉吗 就 请不要这样冷漠地打击我的积极性啊 您是老大的挚友 请代替老大给我一些支持吧 我快要害到不行了 那句话 嗯 好吧 就算您这样说 但看着荒龙派的大家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算这样 我也不能松陷 无论遭受什么打击也不放弃 这是老大的教导 来吧 朋友们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喔